三日的确诊连续17天 突破1万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 科技看永乐超科看飘哥 拿读郑博健分析7月份的时候讲到 7月7日这一天进入24节期的小鼠 也是乙卫月 直到8月7日历秋为止 新丑年乙卫月 天干的新金克以木地支的丑和味相冲 在八字理论中 它是一个天克地冲的月份 近日 拿读郑博健在8月7日的新的视频当中预言说到 乙卫7月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 7月凶星的威力 天灾人祸 都已经或正在降临 而秉身8月 也就是8月7日到9月6日 运势会更加的严重 由于秉身8月呈现的冲 行和害的负能量 更多的天灾人祸浮现 疫情更加失控 股市经济也会变得低迷 更多的无辜的生命会牺牲 毁坏的自然规律的人类 即将得到更大的教训 我们已经无法逆转一切的事实 唯有默默的承受审判 疫情将会大肆的反复 不受控制 而北方的国家 就好比欧洲 北美洲 亚洲 北部等地区的病毒肆虐会更加严重 我们具体的总结一下 拿都到底怎么说的 信不信全有你把控 爱不爱全由你操纵 拿都 原视频的链接会贴在下方 有兴趣的可以自取 油炸花生米 咸言少叙 八月凶险 拿都说 七行 拿都提及的北方疫情 会在秉身八月 变得更加的棘手 事实也证明 数据显示病毒也变得越来越难缠 自7月27日以来 欧洲成为全球第一个 跨越5000万的新冠病例的区域 法国也突破了600万确诊案例 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疫情也让人担忧 当日新增2万例以上 累计确诊接近600万例 由于Delta变种病毒的传播 许多以前的抗疫模范国家 已经出现了患者 比如新加坡自7月以来 患者就从各位 现在到了破百了 为什么这次疫情来得这么突然 而又猛烈 拿都认为 因为8月落在了空网格局 因此证明了 此次抗疫希望会落空 这对不断的变种病毒疫苗的 有效性也会再次减弱 人类的物质以及过分神化疫苗的效益 从而导致了人类忘了抗疫的根本 这些都是疫情卷土重来的根本原因 当然疫情不仅仅在西方国家表现的如此的猛烈 在亚洲中国江苏省南京市的疫情也持续升温 至7月20日 南京路口机场人员检测呈阳性以来 这一波传染链已经扩散到辽宁 安徽广东四川江苏湖南等多个省和市区 目前感染人数多达185人以上 所以这一次的全球的疫情反弹表明 防疫随时都要高度警惕 同时在秉身8月要做好防护 不然8月的灾难将会更加的严重 拿督讲到 同时更令人担心的一个方面是 是否会爆发另外一个新感染群 拿督引用网上的报道讲 7月19日泰国数千民众在曼谷 举行大型的示威抗疫活动 这对疫情极为不利 这无疑导致了大量的人群聚集 而且抗疫人群人没有戴口罩 这无疑是一个疫情的重大隐患 拿督讲 我要特别的指出了北方的国家 比如欧洲的英国 葡萄牙和法国等等 另外还有俄罗斯以及美国 根据7月7的视频预测 杨历7月7 并服兴的能量会翻倍 而且在北方肆虐 拿督说 现在回顾 我所提及的北方国家疫情已经开始恶化 在新丑年 北方和东南方的国家或者区域 疫情会较为棘手 东南方的国家或者区域 在新丑年正值多事之秋 估计印尼 泰国和缅甸的疫情也将失控 印尼在7月中旬的单日确诊达到了5万多 并且新增2000多的死亡案例 而且累计的病例已突破了330万例 目前是亚洲的疫情的阵中 马来西亚自7月13日起 单日的确诊连续17天 突破1万 累计病例已突破百万 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几近崩溃 面对疫情的消失 感到遥遥无期 市场不断的出现 倒闭以及失业潮 人民的生活已经陷入了水深火热 另一方面 病复兴的能量也没有停止过 美国出现了超级真菌 这种真菌有超强的抗药性 目前已有过百人感染 三人死亡 拿督还指出 东南方和北方的国家的疫情会继续严重 短期内还看不到曙光 令人担忧的是 还有一个方位的病复兴也坠落 并且传播疫情的负能量 这个方位就是东北方 东北方的疫情将会反复 可能成为另一个重灾区 其中俄罗斯 中国的东北方 日本韩国欧美 以及澳洲的东北方 都需要特别的留意 根据疫挂 拿督解读到 超级变种病毒 应该很快就会出现 可请大家做好准备 以应对新一波疫情的高峰 拿督讲 但是我衷心的希望 这一切不会发生 让我们一同相信 在未来的一年里 自然界将继续启动 天灾与风暴 拿督说 在热浪 旱灾 地震 火山爆发等 惩罚人类的同时 而且这些会更加频繁的发生 大风暴 大洪灾 新丑年的大灾难 与风 都有着一定的关系 世界的气流 会更加的混乱 很难以预测 进而导致 大风暴 龙卷风 台风 沙暴中的新丑灾害 将是水和风 加工的能量 在以魏院 北方是二黑五行 两大雄星 重叠的工位 二黑是疫情能量 再加上五行为灾难能量 两个雄星皆属土 更互相加强彼此的凶器 根据拿督对新丑年的预测 天灾方面基本上 都离不开水和风 地球将迎来极端的天灾 现在回观水风和反常气流 与酝酿多出的灾难 下半年开始更加的严重 7月15日 美国推出的抗中的老鹰法案 通过联手欧盟等 对病毒起源科技公司等 穷追猛打 拿督说 这仿佛是中美冷战的信号 局势愈发的严重 中美未来的博弈更加的强烈 世界也因此而动荡 拿督说 在8月 市场的经济会变得非常的严峻 在上半年可能会有歌舞升平的假象 经济会相对的与2020年出现的部分好转相吻合 但是进入8月 并服刑在这个月 攻进了财博攻位 造成市场的不稳定性 拿督曾说过 今年是新丑年 新为金 丑为土 所以新丑年意为土生金之年 意为遍地黄金 但是由于稠土也是金库 代表着金被困在木库当中 展露不出来 接下来有一个月的时间 它的能量或许会可以呈现 那就是9月份 到时候 木库会被冲开 多国开仓 救急 大量的金钱 涌入市场 这也许能够拯救暂时性的危机 但是或许会加速另一波的经济泡沫化 同时也有经济学家 比如华尔街的知名大空投 大卫泰斯 警告 现在股市已经被严重的高估 市场崩溃已是定局 股票投资和虚拟货币的投资 要更加的谨慎 也有金融专家指出 此次的美国的经济泡沫 会比2008年的更为严重 而且可能在今年的秋天就会破裂 由中国98个最大的股票组成的 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 在美国的股市近几个交易日 跌幅近15% 从2月到今天 此指数已经在美国下错了45% 股市市值蒸发了近7700亿美元 不知道到了那个时候 全球是否能够经受住这一考验呢 同时 中概股会不会成为新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呢 在恐怖袭击方面 国外面临的问题也非常的严重 7月14日 一辆中企大巴在巴基斯坦发生爆炸 坠入深谷 造成了13人遇难 其中包括9名中国工程师 事后 巴基斯坦政府在调查中发现 许多的可疑的地方 因此不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7月20日伊拉克发生爆炸袭击导致30人死亡 极端组织已经承认袭击行动 秉身8月凶器更凶 因此战乱纷争 示威夺权的能量 越发的强烈 虽然7月已经过去 但是在新的一个月 我们也仿佛活在7月的阴影之下 前有全球的极端的自然灾害 台风暴雨高温 这些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 后有疫情的泛滥 战乱频繁 恐怖袭击的威胁 这些都是以为7月的产物 而在秉身8月 人类的运势会显得更差 这些7月的产物 是否会在特定的时间 更加的变本加厉的回归呢 就如同世界卫生组织警告所说的 全球预计还会出现更新更危险的 超级变种病毒 未来的抗疫路途会变得一路经济 疫卦中所说 超级变种病毒也会很快的出现 只是具体的时间还不得而知 如果真的超级变种一来 我们又有一波新的疫情高峰 到时候会不会像2020年那样 同时疫卦还指出 在未来的一年内 自然界将继续启动天灾与风暴 热浪 旱灾地震 火山爆发等继续惩罚人类 而且会更加频繁 拿督讲 其中引人深思的是 在21世纪医疗科技发展的时代 我们仍被病毒侵略 以说明的 其实病毒不曾离开过我们 这说明了一点 其实病毒不曾离开过我们 他们会不断地进化和我们共存 人类的文明发展已经改变了地球 我们只会不断地接触到新的病毒的载体 历史又会重演 我们在此呼吁全人类能够共同配合 人类唯有以自然界建立和谐共存的体系方能自救 这也正是近期的废陀占星师 门塔 他的观点与其不谋而合 有时间我们单开一局 总结一下拿督讲的八月 就是凶器更凶 疫情 天灾 经济危机 及战乱 或许会多头成现 世界将再次进入多世之秋 必无可避 唯有请世上积德行善的人 以盼上天的开恩 其实从拿督的预测以来 疫情及国际事件不断发生 昨天的预言或许成为明日的事实 世界暗流涌动 在天灾人祸面前 人们只能够找到自己的方法和思路 积极地应对 近日 美国多个城市 又再一次地重新拾起了口罩令 学校要求师生必须佩戴口罩 近期报道的年少者入院的比率 大幅上升 加利福尼亚有史以来最大的山火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大幅度的反扑 以及联合国发出的人类生存红色警报 不单单如此 尽管是近日纽约州长的辞职 其实也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记得我们曾经分享过的圣经中所讲的 哈米吉多顿之战 有预测说是在2020年和2021年 无论是超级病毒还是近期的洪水山火 似乎都给人类以启示 我们在表达人类 永不远距的同时也应该思考我们是否应该敞开一道心灵的小窗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接纳和体会自然 从而达到得到自然的和谐 而不是惩罚 大家对这一点怎么看 好的 今天就先飘到这里 同时也感谢拿督郑伯剑的分享 如他所讲的 人类唯有和自然界建立和谐共存的体系 方能自救 点击关注 不迷路 极极精彩 下集继续 独在一项唯一刻 美红孤独看飘哥 Peace OoOo